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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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心 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這節課由我們新竹州郭博學 郭俊熟帶來演講 請掌聲歡迎他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先查一下你們這邊 聽不懂台語的 你們舉手一下 還是都聽得懂 一半 我就盡量講中國話 然後參半一下台語 今天我要講的就是 華理台灣 這是唯一可以解救我們台灣的 唯一的一條路 那真的基有這個方法 才能解脫 從中華民國聯邦政府 才脫離出來 那在講華理之前 我們來先講中國 最厲害的就是 只要你是中國出生的話 你到哪一國都是中國人 這是他們的觀念 不管說你移民到美國 他還是認為他是中國人 那他 這個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教育 都教育我們說 我們的祖先是漢族 或是從中國過來的 那我們來用科學的方式來證明 我們台灣 不是從中國過來的 而是南島語系的後代 像這個 吳伯仙 他就到中國 拜那個皇帝 還有那個 謝長廷也回中國去尋根 結果 這個尋根根根本都找不到 然後 這個皇帝其實他不是個人 根據那個考察 他應該是一個群 一個群組 他不是一個像那個 中華民國那個歷史教的 他是一個人 這是一個群組而已 那 中華民國那個他姐 他的 毛澤東講過一句話 你那個欺騙的話 講了一百次 一千次就變成真的 那 你看這個 去拜這個假的一個皇帝 其實 對台灣而言的話 我們的祖先不是從中國過來 我們來看一下 有林馬利 用科學的那個證據 用DNA 就是從我們的口腔 用美王棒 然後就去驗 就可以用 用衣水的科學方式 把DNA驗出來 你是哪一種人 那林馬利 他得到一個 三個結論就是說 百分之八十五%的 台灣人 都是 都是 原住民的 水源 這個原住民的水源 是包含的 平埔族跟高砂族 那我們台灣人 的那個百分之十五% 是 是什麼 就是由蔣介石 他們帶過來的 那一瓶 中國難民 所以這個也是 蠻準的 然後那個林馬利 只是針對我們台灣 一部分 那 國家地理頻道 他就 又做一個全世界的 用取樣來用DNA 然後找出 所有的人類是怎麼 怎麼那個遷移的 最重要就是那個M174 所有的人類的祖先 都是從非洲 遷移出去的 經過 經過印度 東南亞 然後經過台灣 台灣再經過日本 日本再經過韓國 韓國再進入到 中國的中沿 所以我們台灣人 這個藍島嶼 就是我們是從 藍島嶼去遷移過來的 那也就是說 中國人不是我們的祖先 我們反而是中國人的祖先 所以 以中國來看的話 他們是 這邊是一個大混合 是 像我們台灣 就是大概都是 應該都是拼捕族 拼捕族跟高砂族 所以從這個DNA 就可以證明 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 不是從中國來的 這個你們可以去善文 去善文去查 都可以查得到 請問一下你們這邊 有申請我們台灣政府聖分證 還沒申請請舉手一下 還滿多的嘛 請你們盡量去申請 那你們在申請之前 就是要去 附贈師傅從 去把那個日治時代的 的藤本把它調出來 來證明你阿公阿嬤 是日本時代的人 那 所以我們就是 用這個方法 可以區別 什麼叫本土台灣人 什麼 什麼叫中國難民 因為從蔣介石 他們那一批過來的時候 就是二戰結束的時候 他們過來的時候 他們沒有日治成本的證件 他們絕對沒有 只有本土台灣人 阿公阿嬤的那個時代 在日治時代 他們就有很完善的一個 的一個成本 那我在查的時候 會順便把所有的 就是說從日本的時候 建立一個這個 這個忽贈非常的完整 他在他接收的時候 他就把之前的 所有的資料把它建下來 那我從我爸爸 然後找到我那個 這個叫做五代了 一二三四五 他總共五代 然後再找上去 就已經沒有了 那 那他這個日本在種族的時候 他有邊內 內是 是內地人 就是所謂的日本人 還有福 就會俗稱的台灣人 就是阿公台語的 廣就是客家人 會講客家話的 這個漢 他應該是 應該是會講那個 應該是會講北京話的吧 然後還有手跟平 然後支呢 就是支那 就是中國留下來的 那這個有一個比較奇怪的說 如果說福廣 和應該都是中國人 他為什麼不把它歸那到支 其實 日本當時這樣子變得的用音 也是 是語族的區別 也就是說 你種族有福 就是你會講台語的 廣就是會講客家語的 那漢的可能就會講中國話的 那我就 我就那個廠 還有我所有的朋友 都拿來看看 真的都有這幾種 這個我都有 我都有全部看過 那這個 這個是我 我祖先的 他是虎 那 我還有漢 那手 手就是手翻就是平卜族 廣就是會講客家話的 的台灣人 這個手代表說 他的祖先還會講那個平卜化的 那你看 以這個就很特別 你看這個就是虎跟手 代表這個 他們的祖先是還會講客家 還是會講台語跟那個 跟平卜化的 這個 那那個 一般我們 來 就是用很 用一些特徵來判斷 我們是不是 平卜族 那這個也不是百分之百 因為中國 因為我們是中國的祖先之一 他們也是會有 但是比較少 那我們比較明顯的話 另外就是說你的左手 把他彎曲的話 他會有兩條 就如果有兩條的話 就很明確是平卜族了 這個是我的 因為他男生看起來都會比較不明顯 在這邊 還有腳 我也裂開 這我太太的 這我女兒的 他這邊就有很明顯兩條 你看我們 我們 我們台灣的 被 應該是說被人家 分了這麼多種族 其實都是台灣人 被分成這樣子 好像比較容易挑撥離間 所以我們以後 我們以後 台灣民眾職責任的時候 都是噴賭台灣人 那你們在這邊上課 最重要就是 隨著這個國際法 這幾點 就是在 最重要這時候 任何領土的轉移 都要有那個 國際條約的為依據 例如說 我們這個 台灣的領土 為什麼是 是日本天王的 就是看馬關條約 然後萬國公法就是說 領土是不可分割的 然後 國際戰爭法 主要講就是 你的占領也不得轉移主權 相對你的流亡政府 是不可就地合法 這個是國際慣例 全世界你找不到 有一個流亡政府 可以當地在 在那個國家 或那個地區 可以就地合法的 所以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他是流亡政府 他是從哪邊來的 他是從中國來的 中國人來的 那一些本土 他都一直說 這個是外來政權 其實外來政權 你會覺得 不覺得怎麼樣 但是你應該 我用一個方式講 他是外國來的一個政權 那就很明確的 他不是我們台灣人 所組成的一個政權 他是外國人來的 那一個流亡政府 絕對是不可能 在我們台灣就地合法 他一定是要離開了 那怎麼樣讓他離開呢 那我們就要用 後面我就會提到 用什麼辦法讓他離開 不是說說就可以讓他離開 我們要用國計法 那這個佔領不得轉移主權的話 這個國計法 佔領不得轉移主權的話 這個是我們台灣的一個 一個救命的很重要一個條約 所以讓中國人 ROC就流亡政府 跟中華人民共和 沒辦法併吞的 他是絕對沒辦法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當初那個大清帝國的時候 他在統治台灣 他在統治這個西半邊 那個 這是西半邊 東半邊為什麼不見了 不是不見 是他沒辦法管到那個地方 所以他只是管個區域 區域部分的話 沒有整個全台灣 所以他是只是把我們台灣 這個區域 當作一個他的殖民地而已 不是他的領土 如果是他的領土的話 他要把整個全島 把他征服 然後都是同安的一個憲法 這樣子他是變成他的領土 所以以大清帝國而言 台灣只是他的殖民地 當1895的大清帝國跟大日本帝國 為了韓國獨立的問題而戰爭戰敗 那大清帝國戰敗之後 他必須要賠錢 他不夠賠錢 他就把台灣跟澎湖 完全割讓 是完全割讓 而且又永久割讓給大日本帝國的天皇 日本天皇 那割讓之後 他發現西半部 是那個大清帝國還在管轄中 他這邊是還好處理 但是發現東半部門都是高砂族的 高砂族的話 是個部落 部落在按照國際法上 這個部落不是一個國家 既然不是一個國家 他就是一個無國際的 這個西半部門是由大清帝國所管轄 所以他是有國際的 那時候國際是大清帝國的臣民 那因為日本在 他是用合法 是因為用條約合法的取得這個台灣 但是他 他會就按照這個國際法 給這邊台灣島的人 給他們兩年 如果說你們兩年不離開的話 如果你們兩年內不離開的話 就會成為日本的臣民 那如果說你不想走日本的臣民 就要離開 那他就用了那個 大概七到十年來征服 因為如果你不去征服的話 這塊土地是沒辦法成為 日本天丸的領土 所以他就用十年去把它征服 然後征服之後 還要將台灣用民旺話 要教育讓他講日本話 但是他還是會維持當地的母語 他不會說像中華民國用一些教育 把我們幾乎台灣的母語給消滅掉了 他還是有保留 只是說他還是說用教育 來讓台灣的了解 那個會講日語 然後也給台灣的 現代化的教學 還有現代化的衛生 那所以他在取得這個台灣的時候 他並不是以殖民地來經營 他是以看待是他的領土 過了最重要就是在1945年4月1號 日本天王發布的招數 就是把台灣實施大日本憲法 就是讓台灣的所有的權盜這個人 讓台灣人有參政權跟參戰權 所以有參政權跟參戰權的話 就等於是把台灣人都施了 是一樣大日本的臣民了 這個是非常重要 就是變成台灣怎麼變成日本的領土 是整個過程是這樣的 不是一下子的 那在1945年之前 因為那時候如果日本天王 還沒有頒布那個招數說要讓台灣 變入他的領土之前 他這邊還是用台灣島營養券 因為那時候還不是正式的領土 到了1945年4月1號實施 那個現法的時候 你看他這個日本的錢就可以拿過來用了 但是這一張非常難找 因為他只有用了大概兩三年而已 那其實以外國的眼光 根本不是在1945年4月1號 就把台灣 把台灣那個宣告是日本的領土 是看19 一般說你只要讓台灣人參入國會的話 其實這個就已經把台灣視為他的領土了 在1934年古賢隆被天王 把他選為這個貴族參議院 就是現在的貴族參議院 就是現在的參議院 貴族院議員相當於參議院 所以以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其實他以外國人來看的話 以國際法來看 那時候台灣就已經是日本天王的領土了 已經不再是殖民地了 他已經把所有的台灣人 都是當作日本人來看待了 那時候你看這個 這是在古賢隆的住宅前面幫他慶祝 還有板德 你看現在還留著 非常的都是歐洲式的 那不幸的是大概就是 在太平洋戰爭是所謂的二次世界大戰 那二次世界大戰 你現在問現在的比較年輕的 或者是大概六十幾年次 或五十幾年次的 你問他說 那時候二次世界大戰是誰來轟炸我們 很多都是說是日本 這很奇怪 台灣是日本的領土 為什麼會轟炸自己 所以那個中華民國流氓政府這個教育 台灣洗腦非常的厲害 都洗成變成真的是中國人 其實不是 在二次世界大戰是 那個美國跟日本 發動戰爭 那美國當然就會派飛機來轟炸台灣了 正是說是轟炸台灣的房子 然後這邊是總督府 這邊你們都可以上網去查 我都是上網 然後Google查就可以查得到了 那總督府被炸成這樣 這總督府 這示範水院 新公園 這是新竹的嘛 新竹廳 這東門 這邊是嘉義的一個化工廠 那這邊是台南的 台南運河 赤坎樓 孔廟 就被炸了 這是高雄港 這邊都被炸了 所以這個 歷史走過一定會有痕跡的 我們看痕跡在哪邊 我是住 我的家鄭是在屏東 屏東有個萬丹廟 他問他們 他這邊旁邊就放一顆 二次世界大戰留下的 沒有爆破的一個炸彈 他這邊就寫 在1945年的時候 二次世界大戰 蒙軍 飛機不斷的來封炸空襲 因為在屏東萬丹那邊 好像有個軍隊 所以他會封在那邊 他就 那時候 他們會拿來做紀念 是說 好像是有媽祖的保佑 沒有爆破 那就拿過來做紀念 歷史走過就會有痕跡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當美國 美國丟了兩顆炎子炸彈 然後日本天皇宣布投降 那台灣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來用這個 我要先用漫畫 因為這是70年前的事情 頂多是照片 那我們就用漫畫 來跟大家回憶一下 那這是完整版的漫畫 台灣史你們可以買來看 從那個台灣的祖先 藍島語族的遷移過來 到阿扁被關的時候 他都把它畫出來了 那這個是杜福安畫的 你們可以買來看 我就使他借用一下 我還是順便 要跟你講 這去處是怎麼來的 這個就是在1945年的8月15 就是日本天皇頒布投降 就是因為美國造了兩顆炎子炸彈 就結束了二次世界大戰 就宣布無條件的投降 那在投降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這有個重點你們要看 就是這個英文叫 The End of Japan 跟The Japanese Government 這個是日本天皇的英文 這個是日本政府 因為在這個帝國的制度 日本天皇是擁有 大日本的所有領土的所有權 但是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是有他的管轄權 所以這兩個是被分開的 所以一定要這兩個人簽名 只是派人來代表派崇光奎 所以擁有權跟管轄權 這兩個是在大日本地有是分開的 那他們 這是那時候的總督叫做安藤立吉 那就是說他們介紹都蠻喪心的 其實不只他們喪心 那時候我們的 那時候台灣人還是大日本的臣民 還是你 我不知道是在哪邊是有看到 我是找不到 那我是有看過 那時候的學生都也是跟著在哭 真的是要哭了 因為六十 之後七十年就被中華民國留安政府 只要找他到 那當初 其中就有兩位日本人 建議那時候 那時候台灣的那個都市人 或者是議員 因為在1945年的時候 那時候有給台灣五位參議員 不是 眾議員 有兩位是那個參議 叫做貴族院的參議員 其中是一個是孤選農 他們是建議 那個 那個眾議員的代表當然是林憲堂 他當時就找他們建議說 讓台灣組一個台灣自治維持會 然後讓台灣自立 其實那時候 這是我的想法就是 根據那個那時候的日本 他們應該是很了解那個戰爭法 應該說那時候是在組一個平民政府 就像我們現在的台灣民政府的平民政府 是一樣的 來自己管自己 這樣子 然後他是說如果說這樣子的話 他會把水深編成軍隊 武器還有設備 全部移交給台灣人 但是 這時候的孤選農 那個林憲堂 他反對這樣子 他認為說 他是要給這個 中華民國 那時候還沒有流亡 還沒有被 被中共給滅 他還是一個 一個國 他是建議說 還是要讓中華民國來接收台灣 但是也不是接收 他是代表盟軍 當然我們會看到 他們還是怕說 日本會這樣子一直策劃 讓台灣自治 他認為這樣子不妥 所以他還是再繼續去找 找那個那時候的總督 那時候的總督是說 還是遵守這個日本天王 是不會踩這個行動 所以他的作者認為這個是台灣獨立計劃 很多網路也是這樣子寫 但是我認為這是 應該是遵守 日本是要我們遵守那個 這個國際法 讓當地的平民來組一個自治政務的 然後結果是宣告失敗 那我覺得很奇怪就是說 為什麼民間黨為什麼一定要 一定要讓中華民國來接收 其實他是日日時代的中國人 當初那個 當初1895的時候 他們的祖先就是離開了台灣到中國 結果因為他們是中國人 結果那個生活不像 他又回來台灣了 所以他的心永遠都是中國 所以這一區 所以這一批人都受他的影響 這應該說是那時候日治時代的統派 他們的祖國就是中國 那對相對等於被他們 應該說被他們全部給出賣了 才落到 如果說他當初遵守 那個這兩回日本的建議的話 我們可能到現在 早就那個地位 國際地位已經正常化了 沒有到現在還被流氓政府在殖民 那因為大家都不想做戰敗國 大家都想要做戰勝國 讓中華民國給他們接收 大家都很高興 但是這高興也不能高興多久 以後就很淒慘了 其實相對等於承認他們 他們這批人也是 也都背叛了日本天王了 那時候的那個 他們就已經 那個中華民國就已經滲透過來了 就開始用三民主義 那時候有組個三民主義青年團 就開始在替本土台灣在洗腦了 那時候都 標記說歡迎 歡迎這個國民政府來 其實他們 這個 他們的身分 其實都還是大日本的那個臣民 這樣的行為 等於都是背叛的日本天王 那時候 留在台灣的日本人 還有20萬人 他們都很守規矩 都不會製造那個 不會製造混亂 他們都是按照這個指令 他們也這樣子 就和平的都回去 回去日本了 那有一些 我們本土台灣人 不想背叛日本天王 也跟著 跟他們回去 做日本人 那你看 因為我們那個大日本 台灣的時候 已經被 大日本交易的 是非常守秩序的一個 一個 一個 已經非常守秩序 你看在 1945年9月2號 日本投降的時候 到1945年10月25號 那個中華民國來接收的時候 這都等於是無政府 但是那時候的台灣人 都很守秩序 就跟那個 那個什麼 福島一樣 福島 那時候也是 他們日本人 他們也是無政府 但是他們都很守秩序 是跟那時候是一模一樣的 在1945年9月2號 在艦上簽那個投降 那這個9月2號 那個他們 盟軍也發布那個 一般命令 就是叫 中國代表 叫這個蔣介石 指派來佔領 來接受 他是來接受 不是接受 是接受日本的投降 那 那指派的部分是哪 是福爾摩沙 就是我們的台灣 還有法屬印度之那 就是越是越南 所以中華民國 是怎麼來台灣 在400年代怎麼來台灣 就是因為有那個 那個 盟軍 這個一般命令才來到台灣 因為台灣 根本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他們都很高興來接受這個中華民國 但是當後面的你們都知道 發生228 發生白色恐怖 還有人在流眼淚 連這個他們其實也用香盤 他們的敘述 你看他 進來就整個像個乞丐一樣 有人就懷疑說這樣的 這樣的軍隊怎麼可能打贏日本 他們就是戰敗國的 透過因為兩顆鹽子彈 變成戰勝國 所以他們被日本打得 那個 跑到侍從去了 已經無路可逃了 剛好是那個美國對我那個 兩顆鹽子彈 才救了他們 看起來就很像乞丐兵 他最近有的 待會我們會看一下那個影片 這有人幾乎都把這個 裡面的什麼 穿草鞋啊 還有刀啊 還有什麼預算 他都把它敘述出來了 我們待會來看一下影片 其實還是有台灣人是很了解的 他們說 其實這個是美軍打敗的 不是日本的 他們是代表美軍來接收台灣 他們也開始在疑問 為什麼 接收的話 並不是說 為什麼可以說是關乎台灣 這是開始在那個欺騙的 那因為那時候的那個 中國人是非常怕日本兵 當初美軍在他們過來的時候 他們都不敢下船 都是被踢下來的 我說你看他們多怕日本軍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影片 1945年8月的兩顆原子彈結束了台灣50年的知名地位 不是殖民喔 他...日本都不是對我們殖民 他是... 他是... 他是治民喔 是... 他是... 他是... 是... 他... 是... 有... 到這邊會用到 日本總統領域 去指定遺跡的動作 在指定遺跡的動作 在指定遺跡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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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總統領域 指定遺跡的位置 指定遺跡的位置 國府第七十軍總計三千多人 搭乘了四十幾艘美軍艦艇 使進了基隆港 他是被美國軍隊的船載過來 最年輕的台灣青年陳正光來說 這批跨海來台的部隊 幾乎是他對中國的第一個影像 並不是在行為 很多人都在建範海裡 是在建範海裡的很多地方 那他們的東西 用紙子拔白的 要用本燈的打 很多人都在派火山 學生也沒有經濟 不是說學生也沒有經濟 下去的整隊 的行動 都靈靈靈靈 我在他們的日常看到一個 他們的生活存在 跟到日本的時候非常差太多 所以當初被中共已經打得快要快要 敗不成軍了 他們之路應該都沒有船 所以他們怎麼 他們中國會過來台灣都是由美軍的船 把他們載過來的 陳宇也就是由美軍的軍機把他載過來的 他是代表門軍 不是中華民國來接收台灣 這是在10月25號 在台北工會堂 向門軍代表陳宇將軍投降 是向門軍 1945年10月23號 這邊 這邊就有插一個國旗 那如果實際上的話 這邊還有一個國旗他沒有畫到 你看他這邊擺了門軍的旗子 待會我們看一下實際的照片 那因為中華民國在1912年的時候 他們的其實是用這一個 那因為在1911年到1949年的時候 那時候他們 美國 他們已經被滅了 那不能再用這支旗了 所以就用一個中華民國的海軍旗來代替他 代替這個佔領旗 你看這個 中華民國的海軍旗 這是他們現在稱的他們的國旗 他是代替美國來軍事佔領 這是蘇俄美國、英國、還有中華民國 你看實際上的話 這邊還有一支 美國的國旗這邊還有一支 你看他就給人家寫台灣官戶 就開始在欺負台灣官戶 然後中國區 這個也都不對 他都開始在騙台灣人 實際上是要 要受祥典禮 是在太平洋戰區 因為台灣是屬於太平洋戰區的 不是中國戰區 你看如果說 如果說台灣是中國的話 他根本用一個戰區來接受祥須 為什麼 還要分太平洋戰區 因為他只是代表盟軍來接受投降而已 從這邊也可以看得出來 中華民國 台灣不是中華民國的 那他在紀念的時候 在中華民國 日本政府他們在 灌烏那個紀念的時候 他都會有擺 那個美國國旗把它擺設出來 你看 那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今年他們就沒有在辦這個活動了 連馬英九他就只叫那個 吳敦義來代表 但是他們也不敢提官戶了 因為自從我們台灣民政府去告美國之後 美國政府已經跟這個 台灣政府講 他們已經要離開了 所以他們也在這個時候 都已經不敢再講那個台灣官戶了 那這張圖 跟蔡英文 這張圖是有點蠻悲哀的 台灣這麼高的知識分子 竟然還在幫台灣政府 講這個 講公白草的 台灣官戶根本就是假的 那時候的成語 那時候的成語 他會組成一個叫做台灣省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還堅任台灣省警備總司令 這兩個在國際戰爭法上來講的話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就是所謂的平民政府 台灣省警備總司令 就是那時候的軍政府 但是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都是由他們中國人來擔任 這是不對的 應該是要由當地的平民來擔任才對 所以在26年的時候 中國銀行這塊 這個錢幣沒辦法拿過來在台灣用 為什麼 你看在他們過來的時候 在35年 因為他是34年就過來 35年 就勤在台灣 他只能用台灣銀行 就跟當初 那個 日本在治理台灣的時候 還沒有宣布 1945年 4月以後還沒宣布的時候 只能用台灣銀行 因為他是還沒有變他們的領土 那相對中華民國 對台灣不是 台灣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所以這個中國銀行是沒辦法拿過來用的 因為佔領不得轉移祖權 但是到了布拉斯民國五十幾年就改成中華民國了 他沒有經過像日本在如果要轉國籍的話 不是說用一個命令就把人家變更過了 這是違反國際法的 你至少要有本人的志願或意願 不然就像隨日本一樣 要公佈你們要不要做日本人 他連公佈 他只是就用一個命令就把它變更過去了 根本沒有問台灣 台灣人的意願 所以你看你們 像你們還沒有拿那個身份證的時候 就是台灣政府身份證 他上面寫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所以你們的 以按照國際來看 你們拿這個人等於是沒有國際 因為他沒有加入聯合國 這個流氓政府是無國際的 是非公民 那為什麼中華民國還能夠留到 還在那五大門來說 為什麼他還可以留在這邊 那怎麼讓他離開 讓他離開台灣毀他們的祖國 中國 會留在這邊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反共 當初美國將來過來的時候 主要任務是是在反共 但是到了 那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在南京 起一個門牌 在1911年到1945年 他就已經滅亡了 其實中華民國就已經 對世界人他已經是亡國了 那 那 當初美國 因為他們 蔣介石他還是 等於是有反共 所以他 讓他載過來台灣 來繼續 來繼續反共 所以 中國難民 中華民國的難民 因為在1949年 他們就已經亡國了 所以他們 他們就是由美國把他載過來了 你幫我點一下這個 看一下 影片看他怎麼過來的 是美國用他 美國軍 現在 原性的 diesen 他認為 Clean 冷革 調 courage 是 有 所以他們怎麼來 他們也必須要找這個方式 對他們的電波 第四次的船艦 在船艦的船艦 在船艦 设计,中国人是建议新家居住的,做新的生活。 但他们也会没平均, 因为这个島是在状态中的重复状, 它是由 Formosa的, 中国人将冲创营冲了一份中国的军事。 意图意识到的状态会和王子, 但是,可能是在这些地点的事, 可能是在这些地方, 所以你們知道 中國人是怎麼過來的 他們是一組怎麼過來的 是由美國的本身材過來的 所以我去選擇的時候 感覺人都不知道 他們是不一樣的 並沒有任何人都在選擇 並沒有任何人都在選擇 在選擇的時間 在選擇中 在選擇中的選擇 在選擇中的選擇 並且在選擇中 選擇的選擇 並且在選擇中 現在是想說 他們會快要派出的 南海 在山上 這個對臺灣是一個苦難的 是臺灣人苦難的開始 所以你們現在已經知道 中華民國為什麼會出現在臺灣 就是因為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 麥克拉斯爾的一般領兵才這樣子過來 然後被中共給滅的時候 是美國用他的軍船把他載過來的 那韓戰其實韓戰 韓戰在1950年6月25號發生 那在那個時候 1950年11月30日 聯合國安理會的第530次會議 那時候中國就抗議 抗議說 抗議美國侵佔臺灣 但是那個經過表嘴 9比1駁回 中國指控 美國武器入侵臺灣案 聯合國通過 美國是合法佔領臺灣 臺灣也不屬於中國 你看喔 這時候的那個 中華民國的外加官還在喔 那時候外加官就要講硬幣 他當天他還是投入這個指控 他們也就是說 其實全世界的那個政府啊 包含那個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 他們都知道耶 臺灣不是屬於中國的喔 那你們可以上網 這是聯合國的網站 這是從那邊把他取下來的 這是從聯合國的喔 從這邊就已經很明確了 難怪你臺灣用任何的名義 都無法加入聯合國 尤其是你用中華民國是絕對不可能 用臺灣也不可能 因為臺灣這塊土地是日本天王的 你也不可能用這個臺灣的名義來加入 等於是獨立的 那跟臺灣一個最有關的那個 一個條約就是救新娘和平條約 那救新娘和平條約跟臺灣比較有關 就是這四條 日本政府放棄臺灣澎湖的管轄權 但是他沒有指定這個接受國 因為日本政府只有臺灣的管轄權 但是臺灣的領土的措權還是在日本天王的那個 還在日本天王上 那第二 第四條B 美國軍事政府對臺灣跟澎湖有自販權跟處分權 然後第21條 中國帳號的優惠還有措施內容 沒有包含臺灣跟澎湖在內 那23條說明了 在整個大日本的那個主要佔領全國是美國 包含臺灣 你看這個救新娘和平條約總共有27條 這裡面多麼沒有提到日本天王 也沒有講到說日本天王有放棄臺灣的領土的土地 或主要的主權 這個就等於說日本天王 依然還是有臺灣的領土的所有權 所以剛才講那個麥克阿瑟、蔣介石 他們佔領臺灣的時候 全部都是由中國人 軍政跟民政 這樣子是不對的 不符合國際法 真正的話是在救新娘和平條約項 軍政府要進來 然後承認軍政跟民政 就是我們現在的臺灣民政府 然後在那個 然後這個民政主要是跟美國來做溝通用 然後協助我們臺灣來國際地位正常化 那因為這時候的臺灣根本沒有 就是沒有自己的 就是怎麼證明是本土臺灣 你要來申請我們臺灣政府的身份證 那你看這個時候大概 在1979年的時候 美國通過一個臺灣關係法 但是臺灣關係法上 他是把中華民國 他已經不承認中華民國了 但是他叫他來做臺灣治理當局 那這個是不太對的 臺灣治理當局不是由外國來的中華民國 來當治理當局 這是不符合國際法 其實臺灣治理當局 就是要由臺灣本地的 組成的平民政府來擔任的 所以 上次今年的9月律師有過來 我們就已經開始來問美國政府說 我們提醒一下 提醒美國政府 流亡政府是不可就地合法 為什麼 問他說 臺灣治理當局到底是 流亡政府還是我們 由臺灣組成的平民政府 我們已經叫律師去問這個美國政府了 他一定要跟我們打呼 所以臺灣民政府 大概就像魯碧書人講 一年內就會 真的就會執政 那你看那個你可以知道 那個危機百科 那時候琉球被日本佔領的時候 也是有軍政府 跟那個民政府 我們去查一下就有 包含那個韓國 韓國的時候你看他有 軍政還有民政 民政就是由當地的 韓國人來組成的 所以 從那個 臺灣呢 這兩個的條約 就是日本 天皇保有 臺灣的領土所有權 主要是因為 下官條約 就是所謂的馬官條約 還有日本的 招 日本招惡天皇的招書 1945年4月以後 對臺灣實施 大日本的憲法 變成臺灣 變成日本天皇的 土地所有權 然後 就像和平條約 美國才握有臺灣的佔領權 這個就是所謂的日暑美戰 那講到這樣子的話 臺灣就可以國際地位正常化了嗎 那我們還缺少這個什麼 我們講的都是 有國際法 那我們要找誰 對 就是找美國 因為美國是主要佔領權 現在所有的權都是在美國身上 我們要找 那美國 你找美國政府 美國政府他是一個 是對他有利的他才會做 那沒有利的話 因為他讓這個流氓政府 在臺灣74年做了很多違反國計法 他這個是很麻煩處理的 但是他沒辦法躲 人用什麼辦法不要讓他躲掉 就去告他 去哪邊告 在中華民國的體制內 是沒有辦法的 要跳出中華民國的體制外 那就跑到美國 到美國去告這個流氓政府 告美國政府 為什麼你讓流氓政府來自臺灣 這是違反國計法的 那接下來 台獨 再講 那我們能不能公投來台獨 這個也是不對的 為什麼不對 因為 第一個人就是說 台灣住於兩種人 一個是中國難民 還有是本土台灣人 那中國難民沒有台灣的土地所有權 他可以公投來決定嗎 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美國才一直反對說 反對台灣公投獨立的原因 因為 中華民國流氓政府的一些中國難民 沒有權決定台灣的領土 所以公投是沒有用的 就算你公投過了 聯合國也不會承認 第二個 沒有法源 為什麼沒有法源 因為台灣這塊領土是日本天皇的 你要有法源的話 是日本天皇同意 還有日本的國會 日本的國會 通過這個分離條款 但是日本的國會已經獨立出去了 你看 這就是用和平條的EB 這個英文的意思說 盟軍承認日本跟其領土領海 把所有的完全主權 復活燒民體給日本國民的 也就是說 那個日本內閣的日本政府 已經獨立出這個大日本人 所以 然後又被那個 他們日本政府 他又修憲了 又讓日本天皇 變成虛偽的元首 所以他也無權 然後這個政府也被獨立出去了 那怎麼辦 變成沒有法源 你公投也沒有用 所以 只有 所以我們就 就要看美國 到底是要讓台灣走向什麼樣的地位 所以 我們就只能找美國 中向從這邊開始 2006年10月24號 我們提告美國 就帶領 就是 帶領228人去告美國政府 等於就是告美國總統 那我們用什麼標的呢 就是 告美國總統 台灣國際地位跟台灣人群訴求 這個重點就很很重要 台灣人群訴求 就是 因為美國 美國是以人群立國嘛 他是沒辦法擋 說 國家地位這個是政治問題啊 因為美國總統他有 國家免訴權 這是政治問題 我不用處理 但是 但是那個 美國是人群立國啊 因為你要去遇到人群的話 你就一定要處理 所以 那個 地方網頁就接 就接收 而且還開庭審理 所以美國政府是沒辦法避免的 從地方法院到上市法院到最高法院 然後最高法院很驚訝的發現 這四件事喔 最高法院最後判定 六十四年來本土台灣人沒有國籍 第二個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籍社會承認的政府 因為中華民國流行政府不是我們的政府 然後本土台灣人呢 還在生活在政治煉獄 因為這個選舉 這個煉獄應該是 就是流亡政府的選舉 這個 你怎麼選呢 都沒辦法解決台灣的問題 而且 你們要有個觀念喔 像西漿的德蘭沙拉的流亡政府 印度人會不會去他們那邊投票 如果他們選總理 那也很奇怪 中華民國不是我們的政府 他是外國人來的一個流亡政府 那為什麼我們要投他的票 那等於你是等於警察做老伯 等於承認是他們的國民嘛 所以我們 我們一直反對說 如果你你是 你拿本土台灣人的身份證的話 那最快的方法呢 就是要讓中華民國離開台灣 最快的方法就是不要投票嘛 其實美國跟那個我們講說 只要投票率低50%的時候 美國就會自動進來處理 但是這件事 要讓本土台灣做件事 有點蠻困難的 所以還是要告美國 會比較快 然後第四件事呢 台灣呢 還是在美國軍事佔領 就得到這四件事 那你可以上網 這個我檔案你們可以去call 你看這個GOV 你看這個GOV 已經被美國政府給註冊了 只要看後面點GOV 就代表是跟美國政府有關的官網 你可以去下載 在美國地方法院 Rogerlin就是我們秘書長林志生原告 美國政府 告美國政府等於是告美國總統 你去查 在地方法院結果判定說台灣無國局 但是因為他認定這個 他沒這個台灣地位 他無權來判定 他就叫我們再上訴 過來就是上訴法院 你看這個網址 這是華盛頓DC的那個上訴法院 都是從美國的網址學當過下來的 美國上訴法院一樣 這個原告有X是代表228人 美國政府 這個都是有文件的 然後最高法院判定 最後最高法院判定 底下就是如果訴訟案件 如果言告被告 只要任何放棄看片權的話 就等於承認對方的訴求是對的 所以因為我們都是講 就是說流氓政府在用就西藏和平條 因為你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是台灣的主要佔領全國 那他最後美國法院這個分 Petition Design就是 如果照翻譯的話是說放棄 但是這個美國又放棄看片權 然後美國法院又Petition Design 這個Design如果來這邊解釋的話 是各自本案代審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是三權 是三權分立的國家 那因為就西藏和平條約 剛才有提過 就西藏和平條約裡面 沒有說台灣要給誰 所以法官呢 他拿到這個案件說 他沒辦法判 因為這個台灣的地位要歸哪邊 是由美國政府來決定的 因為美國法院是不能侵權的 所以他就只有各自 就是等這個美國國務院或美國政府協助我們台灣 走向台灣一個地位 正常完之後一個地位 美國的法院他就會宣判了 主要就是這樣子 才會被擱置 那你看這個在2014年9月17號 美國 台灣民政委邀請美國司法部前最高檢查總署 然後中國政府的副檢查總長 Scar Blach來這邊演講 其實他是來看我們台灣民眾已經準備好了沒 就是這位 他來我們這個台北的國際會議做演講 同心大概都做滿滿的 他主要講說我們走這條路是對的 要繼續宣傳給台灣人知道 說我們一定會成功的 然後這個是原告律師 就是Charlie Kemp 他也來台灣 是在於他9月21號來解說控美案 所以台灣民政府這個組織 確定是已經被美國承認了 那後續的話 已經也都同心如果有過五官 就開始要受中央的受訓 準備我們台灣院內準備要執政 那我要上了這麼多課 我要問一下 待會看你們有沒有吸收進去 我問一下第一個 請問同心 你們反對中國大陸還有金門馬祖 兩萬和平統一嗎 反對的人舉手 同意的人舉手 有的人不知道 我跟你講 因為中華民國流氓政府 他的領土只剩金門馬祖而已 他們 你看到他簽那個ECFA 他都說雙方 不然就說兩岸 因為這是在維持一個中國的政策 所以他們要回去統一 我們要很高興 我們要拍拍手 他們終於要離開台灣了 所以這個可以去問 如果說沒有經過法理的話 你可能已經說反對了 第二個問題 那台灣國際第一位正常的話 要找誰 有 一 中華民國流氓政府 二 中華人民共和國 第三 日本政府 第四 用住民自決 由本土台灣人公投來決定 第五 美國政府 請問 對啊 美國政府 為什麼是不可以 因為這塊領土 剛才已經解釋過公投 這個方法已經是不可行的 絕對沒有辦法了 第三個 你們聽完這個課的時候 還會去參加ROC體制內的選舉嗎 對啊 對 沒錯 如果你還去參加選舉 那你們就白上了 因為你還是承認 你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如果你已經拿到 拿到那個台灣民政府的 台灣政府身份證 你就是華裏的本土台灣人 已經脫離這個無國級了 那其實呢 我跟你們講 就是台灣早就已經雙政府 已經在實施了 為什麼 美國政府給我們台灣民政府 有三個權利 一個花 台灣政府身份證 第二個 發行這個美國軍事政府的車牌 第三個 未來 上個月 現在已經開始再申請了 發行這個旅行證件 這個旅行證件的功能 跟那個美國護照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你拿旅行證件出去 由這個流氓政府的海關出去 因為美國應該已經跟他們講好了 是從流氓政府的海關出去 然後你出去國外 如果萬一發生什麼事的話 你都同等美國的公民的待遇 你可以找美國的大使館 對不對 不是 那就是大使館 他一定會保護你 美國可以去的地方 你就可以去 那怎麼可以申請這個行證件 你要拿流氓政府去申請這個 台灣政府身份證 有台灣政府身份證之後 再去跟郡所或是州 拿申請單 把流氓政府的身份證 跟台灣政府的身份證 影印雙碗面貼上去 還有一個美簽的照片 電子檔去申請 這個如果出來的話 然後經過可以進出 流氓政府的海關 然後到北國 那真的流氓政府真的要離開了 那我聽秘書長是三個月 就會拿到了 那我也拿去申請了 三個月 三個月 所以你看這個台灣民政府 現在目前等於走 可以發身份證 車牌 還有旅行證件 這等於是個政府 所以現在等於在實行雙政府 那你看這個 我要講這個 就是日本人為什麼可以變成 在大日本的時候 為什麼會這麼強 因為他們接受了託亞論 就是說在民治維新的時候 日本應該要換去中國市場 跟蘆蕭的精神 然後去取西方的文明 就是在多少 好像在18 好像兩三百年前的 他們就有這個觀念 那我們台灣可能 還在受這兩個的影響 非常的非常的大 那我們要怎麼 怎麼把它很快就把它切 把它切割掉 很快的方法就是 你看全世界 全世界這個柳南社都用羅馬字 那我們台灣如果要很快 把這個中國文化切割到 就用羅馬字嘛 不要再用中國字了 你看這個所有的鄰國啊 大家都不敢用中國漢字 當他們的文字呢 連韓國也都改掉了 那日本也是一樣 只是有一些包含在裡面 那只剩台灣 所以我們要跟那個 這個中國文化 完全切割是建議 使用羅馬字 那羅馬字呢 其實在這羅馬字呢 現在就有 就大家都已經 已經已經有一套的系統 只是 留完政府不敢推 沒有推行而已 但唯一垂頂就是說 台語科文也這個 羅馬字已經是 有一致性了 平埔語、高砂語、日語 是美國 什麼叫做羅馬字 羅馬字就是說 由這個 英文26個字母所組成的文字 照這個音拼出來的字 叫做羅馬字 所以美國 美國的英文也是羅馬字的一種 那 因為現在看起來 就是沒有一致性 如果我們民政 如果執政之中 我是建議找語言三家 把這邊 用成一致性的一個羅馬字 他就自然合 自然就合併了 變成我們的台灣話 然後把這樣子的話 你看這個 這個就是台灣 台灣 台語的羅馬字 台灣民政婦 這是我的名字 我會報告 如果你學的話 會很快 大概三個月就可以學會了 如果你要學漢字 你要讓這個小 能夠學 寫到完整的文章 而且 會很痛苦的學習 就讓我這樣小女 也就痛苦再隨漢字 你用這個 只要三個月 就可以整個 就可以學會了 你只要會說 會講 就會寫出來了 我這個 我把他車牌掛上了 到現在 警察都還沒有找 找我的麻煩過 他也不敢找了 因為 他已經知道我們台灣民眾 是 是一個 美國承認的政府 我當天掛牌 在 在 在那個 前面拍照的 我 放在這邊的警察 他也看 動作沒看到的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影片 這個影片也是蠻有趣的 一個前州長 叫葉賢忠 被警察故意擋下來 看他怎麼進對應對 對啦 我就跟你說 你有你的 你有你的 公法 我也有我的公法 就跟你說 都是政府 你現在 你口口聲說 你叫做台灣 的中華民國 就跟你說 中華民國 就不存在了 你只說 沒有 你跟他講 中華民國 就不可以了 我問你齁 你們現在的 紅單子上面還有中華民國嗎 你現在開的 紅單子上面還有中華民國嗎 還有中華民國嗎 還有中華民國這個字眼 他是道路交通管理所管條例 好 你一直跟我說中華民國 我問你說中華民國還存在嗎 你不知道台灣民政府 也許算啦 我都說中華民國 我都跟你說台灣民政府這個問題 卡在這裡很大 我跟你講齁 我沒有錯 我上面已經有標示 第一個 為什麼要這樣子 那你 因為這 一堂我是怎麼搜 你看這個已經說 你有沒有看到 啊這個折損啊 浩排的 啊折損 沒有你開折損的單 啊你這也 為了規定懸掛 你這也沒有 啊我今天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我怕你已經去 我怕你再去 監禮所去檢驗而已 這是監禮所 我有去檢驗嗎 那就是沒有規定嗎 啊沒有規定是因為 一千萬兩地懸掛嘛 千歲就是懸掛 我今天沒有違法 我們今天是在我們的中央 違規你沒有違法 啊沒關係 啊你開單嘛 你如果認為我違規 你把我開單沒關係嘛 違法你的中華民國的規 你去開單子沒有關係嘛 對啊這個 他也跟你 你認為說你中華民國 是個政府 排名政府也是政府 我們今天沒有違法 也沒超速 什麼都沒有 沒有問題是 你懸掛的位置 啊你開單子嘛 我就跟你說 你認為我違規 你開單子 你開單出來啊 我就跟你說 你現在包括你 紅單三次 也沒有中華民國 你的駕照咧 我那頂就是駕照 那頂就是駕照 那頂就是駕照 按照 好啦你按照你把我開單 你把我開單 我知道啦 你就把我開單嘛 這是車子的行照 是的 上面不是寫駕駛 不是Driven License 是不是 這頂叫做駕照 這是我們台灣民間府的駕照和行照 這是台灣的身份證 這也不是駕使執照 啊那個就是我們的駕使執照 那是你的駕照 那是你的駕照 啊對啦 我就跟你說 你有你的駕照 我有我的駕照 阿不然你紅單三次 上頭有中華民國 有嗎 你一直跟我說 根據中華民國什麼東西 你是哪一國 大陸交通管理所管理 啊不要這樣說 我知道啦 我沒有違法 你可以開單子 你可以開單 你可以開單 沒關係我接受 啊好嘛 你開單嘛 我現在跟你說 你可以開單 我收嘛 我現在發款嘛 台灣治理當局 台灣治理當局 看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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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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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 問他們 他們 掌家 他們掌管 台灣民政 看他怎麼處理 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你們主管沒跟你們公情做啦 你們主管就知道了 我們不是前一次啦 這已經做了幾次了 我們是合法的,我們不是非法的 我的東西是沒到沒有的 你那個東西盤理 我們這裡有幾次了 手機啊 但是不是說所有的擺擺就沒問題 有一個對我們台灣民政好處理的 他叫做台灣美國 美國台灣政府 他們那是台頭擺的 那是不行的 他也是處理 用一個穿穿的擺子 結果呢 就凶掉了 台灣美國政府 所以 我們台灣民政府 美國政府要先原告林資深所帶領的台灣民政府 其他什麼組織什麼大日本的協會啊 或者是 那都不對的 我們一定要對我們秘書頂 這我是跟法連 我一天說法連很難找 他說 他說 安排 他知道安排沒辦法處理 結果他就把他拔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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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法連的警察拔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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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 或是叫美金警察馬上過來 看要怎麼處理 這是責任的 責任的 他的方法還這樣 歡迎美軍親自佔領 消滅中國流亡政權 這如果不差美國金 就能拆掉的 日本政府的建設 在中國的建設 就要拆掉他了 本土的小同工也可以 絕對不怕 因為我們是美國政府的政務 他當初 在生意的時候 他有叫警察來維持交通 柴美國主要來維持交通 警察車就比我們好 連伊宙康來 抱怨 這個連現金也請來了 就脫掉人來找麻煩 這是高雄的副球隊 先改做選團 我一隻隻隻說這是什麼作戰 連這個支持的 勤力的 他也來自台灣民政府 這位 我一天去台中 看來有警察車在旁邊 選擇停在旁邊 也沒什麼 這是頂端買 我看 你們盡量 先選團給本土台灣人知道 如果我們去過五官 現在又有期待 我快就來過五官 如果大家有四千個 我們就馬上可以這場 這我們都在選團 有人盡量 我家也有 這有車牌的 看我們選團 還要幫我們幫忙 那是自己製造的 今天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一旦 我們會選擇 過去 我們會選擇